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繼續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建制派的內部矛盾有越來越激化的現象 最新的一輪是由工聯會大戰地產商 工聯會主席吳秋北最近頻頻在報紙撰寫文章 而他最新的一篇文章用上四千字狠批地產霸權 以及為特區政府出謀獻冊 提供了很多妙計對付地產霸權 地產界立法會議員石禮謙看完這篇文章 跟記者說 如果單純指控地產商 只不過是文革式批評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憶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究竟吳秋北說了些什麼 吳秋北就提到 說壟斷集團為了轉移矛盾 暗中勾結反對派 製造政治麻煩 和中央較勁 以維持資本壟斷 反對派只是表皮 大財團才是核心 2019年的暴亂就是血淋淋的例子 他這樣說 無非要為大財團粒頂高帽上去 為著 一旦將來要幫大財團開刀 增強了正當性 因為 他這段說話說明了 大財團不僅牽涉到利益分配的問題 而且問題本質其實是政治性的 一拌了政治 這些大財團肯定是沒有運行的 吳秋北在他那篇文章裏 就住土地和房屋議題 作出了幾項建議 只不過這些建議 一點都不新鮮 大家以往都聽過 聽慣聽熟 第一件事他就說 要發展這個郊野公園 為什麼呢 他說 香港大規模和比例的郊野公園土地 在全球都非常罕見 有多少真的有保育價值 有多少只是地產商打手 為了高地價政策服務而渲染出來的假保育 他就認為 只要找到當中10% 生態價值低的土地用以興建房屋 人均居住面積就可以翻倍了 市民面對的居住問題 都可以大大解決 他這個建議 其實當年梁振英都已經是提過出來的 只不過當時他就是碰到鐵板的 社會上 主流的意見都是反對 那麼最後就是推行不了 但是現在既然又有國安法 那些反對派又已經掃平了 如果真的要再推這些東西的時候 難道怎樣 那些這樣的地產商走出來 牽頭反對是不可能的 所以現在他要做的話 我相信 那個阻力就會比起以往勢很多很多 不是說不可能的 他講得出來的 好了第二件事他就批評特區政府 放手放權給那些地產商 就有失職的嫌疑 吳秋北就說 近日有人提出 不應該動用農地 因為要做本地農業和糧食的自給自足 但是說穿了 這個只不過是為了地產霸權 壓抑住宅供應的手段 以使得地產商可以繼續吸血 於是他就提出了一件事 就叫特區政府主動一點 你一主動的時候 最後無非就是叫他用這個所謂的 修回土地條例的權力 這些東西其實都是不新鮮的 因為以往都是提出過的 好了第三件事 他就引用了習近平總書記所說 說房子是要來住的 不是要來炒的 他就強調地產是不能夠成為 財富轉移的工具 於是他就建議特區政府要效法大陸和澳門 立法打擊團地 大陸就有個所謂土地管理法 禁止那些閒置耕地 房地產管理法就是規定了開發商 要在指定年期之內動工 兩年內不開工 政府就可以無償收回土地使用權 如果真是行這一套的時候 那本地的地產商就真是大了 因為那些地產商真的在新界囤積了很多農地 好了 吳秋北還建議一件事 就說 要控制這個租金 所以就要倡以租金管制 壓抑租金佔收入的比例 我就相信吳秋北現在寫這些東西 未必再像以往這樣空口說白話 純粹就是要提出一些建議 然後說完就算那一隻 因為現在基本上 政權要做些什麼 在社會上的阻力已經是小了很多 就算你說那些什麼大財團也好 地產霸權也好 沒錯他真是財雄勢大 但是 他們還能不能夠有些什麼的牙力 來去作出阻擋呢 如果政權真的要 推動吳秋北那些建議的時候 看來他們也是難以來去阻擋 是唐臂黨居的 而且大陸就已經發放了 很明確的訊息出來 第一就是把其中一個深層次矛盾 定性了做土地房屋問題 於是這個問題 一定就是要著手來解決 上有號者就下必甚然 上邊說要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 下邊的人還不去博表 然後去擦鞋嗎 所以才會有吳秋北 這些文章而已 好了 地產界的立法會議員 石禮謙認為 只要他做好自己 為香港好 就不怕被輿論攻擊 他還反駁 吳秋北 說房屋問題 並非來自地產商 應該要由全社會 協力解決 如果只是針對一小撮人 是跟文革沒有分別的 但是指控地產商就只是文革式的批評 無法解決問題 實際石禮謙這樣說 當然是代表著他業界的利益來說 但是 大陸要解決問題 一定沒有解決不了 很簡單 因為他要解決這個土地和住房的問題 他就向那些 擁有資源的人 埋手 他就把那些既得利益者打散 他把那些大財團打散 那就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所以沒有解決不了 而且 大陸都已經掃平了所有反對勢力 也不再記憶西方社會怎樣去看 其實就不會再是投鼠記氣了 當年董建華97 剛剛上台的時候 他就曾經提出過八萬五這個計劃 當然後來他就說這個八萬五 不說就已經不存在 但是八萬五這件事本身 不是說是錯事 只不過當時那個炒風太過厲害 有些人貪心到 一次過就掃幾個房子 誰不知遇著九八年的金融風暴 再加上兩年的經濟衰退 搞到有些人就變成了負資產 其實負資產本身 如果你是自住樓 就沒有什麼大問題 如果你不是說 連續失業了很多期限之後斷工 就算當時的情況 銀行也不會貿貿貿然去召喚 如果你說 你有幾層樓 左蓋右蓋不設 那些才是糟糕的 但是當時 整個社會對於八萬五這件事 就有很大的聲音 尤其是那些 買了很多層樓去炒的業主又吵 輿論界有些又吵 當然 到底有沒有出現過吳秋北所說的情況 就是說 有些這樣的 大財團去暗中勾結反對派 去反對八萬五 那我就不知道 但是當時的社會氛圍 對於八萬五政策這件事 真的不是太過友善 只不過八萬五的原意是沒錯的 如果真是達到每年的建屋目標 在過去20年 香港樓價的炒風 絕對不會那麼刺激 這個炒風不熱的時候 有些什麼人的利益受損呢 當然 就是那些地產商會受損 所以我就認為 就算當年不是剛好碰到九八年的金融風暴 董建華要搞這個八萬五政策 其實都不會持久的 因為 當然是背後有些勢力會出來反對你的 因為你是影響人家的收益 好了 現在已經掃平了所有反對勢力 大陸喜歡推什麼 基本上都沒有阻力的時候 按照這個土地和房屋問題 應該是會形人而解 大家要拭目以待 究竟 會怎樣來出手解決這個問題 沒理由還只是說 那些你說拉布 走去禁鐘 走去那樣的人 全部不存在 在立法會裡面 那你怎麼解決呢 其實說來說去怎樣來解決這個房屋問題 無非都是那些招數 萬變不離其中 過去的十幾二十年 全部都是討論過了 只不過當時有阻力搞不到 現在沒有阻力了 究竟又搞不搞到 還是搞不搞的 工聯會的鄧家彪 在Facebook 不點名回應 石禮謙 他說一小撮人佔據了社會多數財富 窒外多數人的發展機會 那當然要聚焦處理問題 他博石禮謙 這句精警 他說現在是說土地改革 不是文革 即是石禮謙要 進修一下中國的近代史 鄧家彪說得很清楚 這個事件的本質是土改 不是文革 傻佬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